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约100公里的雅安市也发生了4.2级地震 四川游测量记载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地震是发生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 这次震级达到8级 造成了近7万人死亡 但这一次地震来的不是时候 因为成都市正在处于封城状态 9月1日开始 成都市全市进入寂寞管理的状态 民众原则居家 并且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受四川陆定规模6.8级地震的影响 成都今天中午的震感非常的强烈 当地许多因疫情被封控的民众 感到进退两难 不知所措 跑出去吧 躲避地震会破坏防疫 坚持防疫 防倒楼塌 命就没了 有些居民楼道用铁链锁着 是为了防止居民在疫情期间外出 如今要逃生就遇到了麻烦 谁该负责呢 看到四川地震的消息 令人不得不为封城中的成都人民 生命安危也把汗 我想对成都的市民说 人命关天 老百姓要为自己的命负责 如果政府组织里面躲避地震 就要勇敢抗争 人可不能被尿 别死了 目前全世界都在开放 但中国偏偏偏偏我行我素 既然清零政策成了最高指示 忠不忠看行动 各地的官员如履薄冰 只要发现本地本城本省出现 那么几十例顶多百余例确诊 便要下令封区甚至封城了 深圳 成都 据此还有多个城市的情形都概不例外 但是奥米克隆变族并不随着 秦林大棒而消失 在中国广大的国土上 他不使让冒出来几例 官员们忙得不可开交 约束他们是两个拥护 秦林不到家 恐无杀帽难保 至于老百姓的死活 他们就顾不上那么多了 党的喉舌和志刚武 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 也有点蒙圈了 他在微博上写道 上海第二季度受到猛烈的冲击 北京一度也陷入半静默 那波疫情基本过去之后 本以为我们的经验和工具都增加了 很严重的情况下 不应该再出现了 但是现在成都有被迫采取 接近全域静态管理 那套高强度损失大的措施 夺个大中城市的情况 严重积极可危 这些事态都在告诉我们 目前的防控方式 很难在全国的范围内 以较低的成本不断的维持下去 我们就这样见一些事的 或者能留在各地上演风控吗 经济怎么办 社会运行所需要的确定性 如何保证 而且这样反反复复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是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胡锡进自然比谁 得清楚 这是清零政策造成的恶果 但他毕竟承认自己也蒙圈了 但清零这是党中央的最高指示 最高领袖 把这当作检验官员 是否忠心的尺度 领袖不松口 在这个二十大即将召开的前夕 各级官员只有拼使清零 变作花样清零 有的甚至做得更极端 免得被指 与习核心有二心 两面能 北京地坛医院副院长蒋荣蒙指出 目前流行的奥米克隆 比流感症状轻 康复快 但他报到之后 很快就被视灵视了 中国智库 北京安邦咨询公司 8月28日 发布一份题为 中国是时候调整 病毒防疫政策了 公开反对清零政策 认为面对高传染率 低重症率 极低死亡率的奥米克隆病毒 中国抗疫标准导致付出了极高的社会经济成本 经济面临失速的风险 因此中国需要根据疫情的最新变化 科学的调整 疫情防控的政策 以恢复经济 为重 逐步与世界接轨 该报告28日 发布在安邦智库微信和新浪微博平台上 但他只成活了一天 29日的下午就被删除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怀疑 实施清零政策 不过是习近平保平安连任的借口之一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 习近平保全保卫第一 以清零核酸检测为名 不许民众乱说乱动 各级官吏 争相行动 乃至采取极单措施 基层官员 知求平安 保无杀帽 省部级 地厅级 还有往上爬的空间 谈吐 光位高深 尽相表现 积极作为 从上到下 都没有把民生苦难放在心里 官方和官媒 似乎也陷入了一个怪圈 当外界吃一声越来越高时 官方的表态就越来越强硬 习近平日前在召开的常委会上 亲自表示 坚决通一切歪曲 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 做斗争 官媒这设法配合解释 亲民如何如何好 并且拿西方来比较 凸显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 9月1日 参考消息头版头条 贺兰标出了 西方消极防疫 付出沉重代价的黑体大标题 独立学者龙健就此评论道 每天满足于自欺欺人 有用吗 就像当年天天说世界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结果呢发现自己差一点了 被开除了囚籍 动态心理与习近平二十大权力保卫战有什么关联 算政治上是把人民生命安全 还是把习的权威放在第一位 中共二十大之后 中国何时才能回归理性和科学的防疫 就要这些问题 我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 中共二十大召开 还有一个多月 中国疫情是政治疫情吗 疫情形式异常 复杂严峻 是从科学意义还是从政治意义上说的呢 我的看法是 中国新冠疫情一直就是政治疫情 从武汉疫情爆发之前 李文亮医生被传唤禁言开始 到武汉封城 西安 上海 深圳 成都等地的封城清零 一直都在反科学 政治化说 因为封城清零 是习的防疫法宝和独门绝技 是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 所以中国不能抄西方的作业 疫情形式异常复杂严峻 当然是从政治上说的 如果从科学上说 疫情早已缓解 不需要过度防疫 但如果你把它放大到政治的大旗里 它的确很严重啊 因为中国经济在衰落 失业率居高不下 群体事件层出不穷 国际敌对势力围堵等等 问题当然很复杂 很严峻了 二如何理解习近平要从政治上 算政治账的说法 什么是政治账呢 衡量政治账的标准要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就是习近平的账本 习近平的政治账就是要求官员 对他绝对的忠诚 前景市委书记李鸿忠就很明白 习近平的账本 他就明确的喊出了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口号 考虑忠诚就是简念效忠 自然会展开效忠比赛 上有所好下笔圣烟 以至于出现荒唐的现象 比如给植物测核酸 文革中啊 就有人将毛泽东的象征 砸进肉里 憋在肉里 以显示他的忠诚 由于政治账就是一本糊涂账 所以他可以不考虑经济的发展 人民的生活和人权的保障 政府的行政行为必须符合比例原则 讲究合理性 不能为了灭火 把整栋楼都给炸了 三 习近平和中共官媒营造的全世界都在逆行 唯有中国走在正确的路上 这个神话还能走多远呢 我觉得他会一直走下去 习近平的清零防疫有两个目的 一是巩固权威 绝不朝西方的作业 人民领袖和共产党是不能犯错的 只有从胜利走向胜利 东升习下是世界大事 时与世只能站在中国这一边 二是习要顺服中国人 毛泽东靠政治运动折腾中国人 顺服中国人 邓小平靠闷声发大财 顺服中国人 收买中国人 习近平靠什么 顺服中国人呢 让他们成为未来的渔民和战争机器呢 这就涉及到习的老师商鞅的书 商经书中规定的渔民武术 也就是五种驾驭人民的方法 一是渔民 所谓渔民就是洗脑统一思想 二是弱民 也就是国强民弱 三是贫民 让人民疲于奔命 核酸检测 是否是贫民呢 鲁民 也就是让人民相互揭发 失去尊严和道德的底线 贫民 就是人穷自胆 让人民贫困 现在中国是否出现了 大规模游富反贫呢 如果以上五种方法都不灵念 商君书啊 写到 那就杀之 所以即使二十大后 习近平的封城清零啊 折腾不下去了 但中共的宣传机器 仍然会延续它的神话 是 中共二十大后 中国防疫政策 会不会回归理性科学 我的看法是不会 二十大后 习近平将全面展开的 他的极权主义蓝图 前十年没有实现的 或者遮遮掩掩的 都将堂而皇之的端出来 习的路线 简单的说 就是对内极权 对外霸权 为什么习不改变政策呢 因为极权主义啊 他没有纠错的能力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习二十大后 连论了就不折腾了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邪恶如同病毒 它具有传播性 当武汉封城的时候 中国其他城市 都在黄河楼上看翻船 现在他们自己的船也翻了 新疆集中营遍布时 汉族和其他民族认为 与他们无关 现在中国是不是 正在变成一个个集中营呢 折腾是极权主义的生成方式 不折腾就意味着 他的寿终正寝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